哈喽大家好 我依然是那个人见人爱车见车仔 美貿易智慧结合英雄与狭义的化身 结束剧唯一的行男摩根弟弟啊 今天呢继续给大家带来 边境突围的第一视角了 刚刚开局我就跟我的姐妹 身红小萝莉来了一场手足相残 五秒后我的心现在还在痛 必须多打死几个人 才可以抚平我内心的创伤 你看啊 这就很舒服了啊 好了不伤心了啊 果然心情无比的愉悦 让人心旷神怡啊 在主城溜达完毕后呢 还是有点舍不得走啊 我决定在这里成就一份事业 毕竟在这里叱咤奉云好久了 不留下点嚣张的痕迹 他们还真不把我当回事了啊 左边这两位小哥也纠缠很久了 此处汗水的味道到处弥漫 方言一看无妖王 哎呦这么野性的吗 居然跟伟哥纠缠 伟哥一看情形不对 立马后退心想 这个妹子居然 哎呦我的妈会魔法呀 哎怎么的 你还想用魔法战胜魔法 可以可以 火球术你也会啊 那你别跑 来来来 我们用魔法护怼 真不请你拿板斧也行啊 跟伟哥屁股后面半天 我忽然感觉好尴尬呀 他居然消失了 这有点厉害了啊 居然会隐身术 看来今天我魔法小妹 一定要跟他好好较量一下了 今天啥事也不干 就追着伟哥打 他让我颜面尽失 居然用一手走位 把我削的头皮发麻 少年 刚才那个金甲伟哥 是你表哥吧 我不仅仅要揍你这个小表弟 还要追杀你表哥 哼 独来了 不然我今天就让你尝尝 我在你尸体上蹦迪的快感 走之前还被拉面师傅给拦住了啊 看他的架势 今天是要请客吃面条啊 我肯定不干事弱的 反手请他吃一套烧烤 他一尝 哎呦这烧烤辣椒放多了 等会儿等会儿 然后想进小卖部买水喝 人家没开门 他还敲门两次啊 我又给他烤了两串腰子 彻底征服了他 哎 这就很现实 礼尚往来 对吧 左右都有追兵 这个时候根据我的直觉 飞左边没错啊 你看看你看看 就是他 用魔法和走位 绣我一脸的那个金甲伟哥 被我抓到了 你还想跑 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追杀你 路上有多么的艰辛 被人揍成妹子了 我都没有放弃啊 据我分析啊 此时长长有五名敌人 而且都很猛 这个时候我决定先猥琐逃跑一波 因为我谁都打不过啊 硬刚不行 我们就自取 好的 这个小房间 他们没有视野 这个时候呢 我非常的安全啊 假装没被麦高的击中 淡定吃狗药 好的 两个技能依然不能把我怎么样啊 哎呦 我的妈爷 这个被动差点给我秒了 离我这么近疯了吗你 看来一兵一伙是死对头啊 没关系 假装我不在这里 淡定喝着八二年的绿茶 剩下的对手才是最可怕的 好的 我准备猥琐一波 小狐狸已经被敲死了 他们在抢夺箱子 我的机会来了啊 哇 卖拉面的表弟 过去帮我吸引火力 这是什么操作啊 趁其不备 直接秒杀凯哥哥 将妈妈 哈哈哈哈 打正残血啊 好的 没技能了 没技能了 赶紧进身 赶紧进身 好的 骑手两串腰子塞他嘴里啊 哎呀 承让了各位 承让了啊 身为一名手艺人 没想到吃鸡 能发生在我的身上 不知道怎么感谢大家才好啊 那么就祝大家身体健康吧 我们下期见 拜拜